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内容呢 是专业实习当中的一个小部分 叫做生意实践 叫做生意实践 就是和我们开店啊 做生意啊 这些实践的事情有关系的 它也是属于这个专业实习当中的一个项目 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尤其是打算开店的 非常的贴切 我们看一下啊 第一个出现的单词 好 大家看看这个zoning是什么意思 尤其是已经开过店的同学啊 看看认不认识这个字叫zoning 想当老板的同学啊 这个字一定要认识 zoning 区域划分 为什么 在任何地方开店 首先要做的事是什么 就是要到当地的这个城市的city号去 查一查这个zoning 你选好的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做按摩链 可不可以做spa 如果人家城市说了这个房间这个位置不允许做这个生意 你后面的一切都白费 啊 所以这个zoning是第一位要做的 先查综领 这综领 就是规划 这要在中国大陆那是非常非常有权势的一个部门啊 城市规划局 城市规划部啊 但是在美国这是一个小职员就管这个 也没有这么大权力啊 zoning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字记住 规划 那么他干什么呢 这个规划我们看一看啊 规划分区和business家庭企业area plans区域规划 好 zoning给大家一个示意图 地区按照不同的颜色 它给你配比成不同的zoning 不同的区域规划 住宅区啊 做生意的 仓库区啊 公园啊 这些东西啊 都给你划分好了 你不能改 如果想改 要到当地的这个zoning department去申请 批准了 你才能做其他的功用 home business 家庭企业 也就是说我不想在外面租房子 我想在我们家里面做这个生意 可不可以 那要到当地的city hall去查一查 他允许你做这种home business 你就可以做不允许就不行 另外呢 zoning还可以用另外一词来代替叫air plans air plans 区域规划 区域规划 有的题目当中呢 给了你一个关键词 叫做parking 你有停车位 停车位是属于这个区域规划air plans 啊 并不是一定要看这个parking 当然了parking对于你这个business 申请了zoning也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啊 比如说你这个business需要几个parking 你都有规划 好 我们第一个词叫zooming 来我们看第二个词组 first step in establishing first step in establishing 这establishing是什么 建立一个什么什么企业 建立一个什么什么生意啊 我们申请自己的店铺 申请自己的店的执照的时候 就是这个establishing license establish license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以后想当老板的申请店的执照 就要用这个词了 establishing 建立 first step first step 这第一步 你建立一个生意 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按摩店 一个spa店 第一步要什么呀 大家想一想第一步是需要做什么 考察 有朋友说考察 第一步呢 现在要先做一个计划书 要做一个计划书 建立的第一步business plan 商业计划书 当我们打算干这个生意的时候 第一件事要有一个business plan 有同学说了我开店开了三五家了 从来也没有做过这个business plan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步骤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步骤 我没有做这个都不是正常的 比如说我们去租一个地方 租一个门面 我们要开一间店 如果要是在大的这个plaza里面 那么房东 很有可能要让你先出具一份 详细的business plan 一个商业计划书 你这个商业计划书写的好 他认为你是有发展的一个企业 他才把这个店铺租给你 如果这个商业计划书不好好写 他认为没有发展可能都不跟你签合同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没有碰到这个要求 那是没有碰到 如果找一些很好的区域 很好的一个这个location 那么一个大的企业的房东 大的plaza 很有可能让你做这样的一个商业计划书 商业计划书呢 包括很多啊 其中公司的介绍 市场的分析 组织管理 产品服务 市场营销 财务预算 一切的一切 这些项目都是在里面的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商业计划 实际上呢 这就是商业计划书 business plan 第一步干什么 establishing的第一步 就是商业计划书 start up cost in business 好 start up cost 什么是cost in business 投入成本 成本啊cost 因为常想同学这个字一定要认识啊 在我们这个专业实习部分啊 考试的时候 这个部分一共占15% 15% 十五道题啊 很有可能会用到cost的这个词 成本 好 那么启动一个企业的开始的成本是什么呀 大家想一下 我们租过店啊 我们租过房子 我们打算开店 第一个要投入的成本是这样 哎对 房租押金 这是第一步的 这是第一步的啊 押二负一 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押两个月的 负一个月的 房东拿到了这笔钱 他才认真给你执行这个合同 那你在装修啊 有的好的房东呢 可以给你提供一定的装修时间 一个月两个月啊 有的是半年啊 这个时间都会有 也有的房东特别扣门啊 一天也不给你啊 签了签了协议就是你的时间 你就要交钱 好 所以呢 一个启动企业的成本 cost一个成本 就是租金的押金 企业启动成本 rent deposit 租金押金 rent 租金 deposit 是押金 啊 租金押金 expense and investment expense and investment 对 费用和投资 费用和投资 这两个字大家要认一认啊 费用和投资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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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发生的事情 in 这个就是投资 投进来 那么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个费用和投资呢 我们开展一个新业务的时候 费用和投资 new business 新业务 好 我们看下一个 requested for discount request request 我们以前接触过的这次 大家记不记得 要求 要求一个什么 discount 什么是discount 折扣 这个女生应该都认识这个字 去逛商场 六末的时候 就注意看有没有discount 所以说呢 要求提供一个折扣 当客人来到我们的店里 要求我们提供一个折扣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件事呢 大家想一下 马上就给他折扣吗 大家会不会马上就给他一个折扣 一般不会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 就叫做requested pricing policy 就是重新叙述一个定价政策 就是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店要求的就是这个价钱 都规定好了 要求提供折扣requested pricing policy 重述定价政策 我们开店的时候 大家注意最好不要轻易给客人一些临时折扣 你给了这个客人 别的客人就不高兴 所以说呢 尽量把这个价格定的合理一些 然后我们就执行这个价格 这样是比较好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重述一个re代表 来回来去 重新重新叙述一个prested pricing 价格的policy政策 Jurisdiction boundaries Jurisdiction boundaries Boundaries是什么 边界 一看到这个bound bound 这个就是边 边界 那么这个呢 是管辖边界 什么是管辖边界 比如说我们的执照 按摩执照 massage license massage license 又叫state license 叫州执照 每一个州 它有自己的执照 这个执照 并不能全美通用 我们学习 然后申请执照 做一个合格的massage service 要明白 没有到全美国到处都能用的执照 在哪一个州 就申请哪一个州的执照 所以这个呢 就叫做这个州执照的管辖边界 管辖边界practices in different state 在不同州做工 所以呢 在不同州做工 就要申请不同州的执照 它对应的different state 不同的州 就要使用不同州的执照 至于这个转换申请的过程呢 每个州要求不一样 要单独的去分析 你单独的去看 Professional agencies Professional agencies Professional是什么 专业 Agencies呢 对中介机构 Professional agencies 就是专业机构 那么申请执照的专业机构是哪里 大家想一想 对 就是当地州的massage board 各个州的按摩委员会 只有这个按摩委员会 它才是最专业的机构 所以呢大家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申请州执照的时候 只有一个地方说了算 就是当地这个州的massage board 朋友说的是不算 很多同学有的时候接电话 就跟我说 哎呀 这我朋友说了 你这个行 而朋友说了不算 我们要看法条 各个州的执行条例 上面写着行 按摩委员会回复了说行 那个才是行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 专业机构 Kubernetes State Practices Massage 在其他州做按摩 我们跨州做按摩的时候 要申请执照 就要到当地州的 professional agency 也就是按摩委员会去做申请 申请通过了 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州的license strategy strategy 这个词 五星词 一定要记住 小本分拿出来 strategy 特别像star 特别像这个star 新的star strategy 你要认识这个词吗 战略策略 没错 一旦出现这个词的时候 大家注意 一旦出现这个词的时候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 当我们 从广义这个词译上来讲 但是如果要是在我们 有同学说是什么战争啊 什么这个大的这个生意啊 对吧 但是呢 在我们按摩考试当中 一提到这个战略策略 基本都和一件事有关 就是当我们一个人 无法来满足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招聘新的人过来 帮我们做事 提到这个字啊 所以大家形成一个这个 解题思路啊 一看到这个战略策略 马上要想到了 就是需要顾新人过来帮我们做事 战略 战略 还要雇佣 雇佣 有的人说这雇佣跟战略有什么关系 跟策略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特别特别明显的关系 但是呢 一般情况下出题 提到这个战略策略 基本都和你应该雇佣新人有关 大家要明白这么一个道理 一个对应的关系 我们做题的时候呢 才比较容易 Mission Statement Mission Statement 对 这个叫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如果要记不住这个词 前面是什么 MISS 是什么 MISS 小姑娘小姐姐 小姐姐说的话就是使命 女士优先 Mission Statement 使命宣言 使命宣言 什么意思呢 介绍了一些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生意的主要的计划和目标 这个就是使命宣言 使命宣言 就是主要的东西 不是长篇大论 这是主要的东西 叫做使命宣言 使命宣言 plan and goal 计划和目标 计划和目标 就是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Independent Contractor 好 又出现一个五行词 这是必须要认识的 Independent Contractor 独立承包商 用我们通俗一点的话说 就是个体户 个体户 个体户 什么样的人叫做独立承包商 什么样的人叫做独立承包商 你说个体户 想起以前这80年代有圣火六 叫做这个此处不留爷 必有留爷处 处处不留爷 也干个体户啊 就这个叫Independent Contractor Independent Contractor 大家把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词非常重要 出现频率极高 独立承包商 Own Schedule Session And Feed 自己的日程安排 程序和费用 Own Equipments And Supplies 自由设备 和用品 Not term Employed 不是故人 好 他给了你三个方向 来理解 什么是个体户 什么是独立承包商 Own Own 自己的 自己的什么呀 Schedule 日程安排 Season 自己要干的事 和费用 也就是你拥有独立的日程安排 独立的做工的空间 独立的费用 这个就是独立承包商 实际上呢 在这个按摩行业当中啊 使用1099来报税 这个都属于独立承包商 只要不是报W2 都是 原则上来讲呢 每一个massage therapist 每一个按摩师 作为独立承包商的时候 他都有权利按摩自己的日程 自己的工作程序 和自己的价格 好 底下一下 Own Equipment 有自己的设备 和supplies 用品 拥有自己的设备和用品 这个最常见的是什么 Auco 这个最常见就是做Auco 我们到外面去做工 我们自己带着床 自己带着这个所有的这个床单 毛巾 按摩油 设备和用品 入户去做 典型的独立承包商个体货 自己干 不和任何人分 所以大家理解啊 拥有自己的设备和用品 最后一个叫做什么 Not an employee 不是一个雇员 也就是说 独立承包商 是完全区别于employee 完全区别于雇员的 不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 独立承包商是一个合作关系 说到这儿 好多大家 不屑一顾 我们在店里面做工 跟老板是合作关系 不听老板话行吗 但是实际上 我们拿1099 实际上就是和老板的合作关系 分成 并不是他的雇员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Employment agreement Employment agreement Employment agreement Employ 雇佣 Agreement 协议书 雇佣协议 什么是雇佣协议啊 顾名思义 就是用募合同 对吧 我雇你 我写好了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这个叫雇佣协议 这道题呢 其实当时说起来有点争议啊 因为它有四个答案 其中有一个呢 是 提供这个 提供这个 供应用品 供应商 一个呢 是这个 老板 说这个 公用商合同是谁来制定啊 是提供这个商品的还是这个老板啊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老板和雇员之间 签了这个 雇佣协议了 就说明谁来提供 产品 谁来提供 所有的这些耗材 如果要是老板 那老板要提供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耗材和地方 那如果要是不是老板 那是合作关系 那是各用各的 对吧 所以 雇佣协议 我们看一看 雇佣协议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the supplies 提供供应品 供应协议 谁提供supplies 提供这些供应品 要签署一个供应协议 来说明 employee 好 又来一个五行词 employee 这是什么呀 员工 刚才没说过 这个和谁是对应的 个体户 叫independent contractor 员工 什么样的人 可以叫做员工 员工 hourly rate of pay 按小时收费 practition performs services 从业者提供服务 员工 按小时收费的 固定配费用 要提供专专业服务 这个就是员工 自己不带任何的产品 啊 就来干活 干一个小时给一个小时钱 这个就是员工 legally interview 好 大家一定要认识啊 尤其英文差一点 同学好好看一看 记记写写 啊 考试的时候呢 不一定每个人都碰到这个词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词非常重要 为什么 你要懂得什么是合法的 啊 啊 那如果要不是合法的 叫什么呀 哎 叫illegal 啊 叫illegal legally 是合法的 所以自己如果要明确自己有法律权益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大声的说出来 我是合法的啊 就是这个legally 好 在面试的时候啊 什么问题是一个合法的提问 给了你一个例子 合法的面试 Can you work in the evening 晚上可以工作吗 你晚上可以工作吗 你周末可以工作吗 这是唯一合法的问法 你结婚了吗 你有孩子了吗 你怀孕没有 这些合法吗 可以问吧 不可以啊 不能问啊 这个涉嫌其事啊 虽然这个在这个国内非常常见啊 这么问 但是在美国不行啊 你如果要是雇佣一个工人来给你做工的话 你不能问这些东西啊 最多可以问一问 你可以晚上工作吗 你可以周末工作吗 你可以加班吗 好 我们现在复习一下啊 今天的单词不是很多 美国 Legally interview Legally interview Legally interview 合法的一个面试 Emplo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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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佣协议 雇佣协议 独立承包商 使命宣言 战略策略 专业机构 试一试这是什么 编辑管辖权 requested for discount requested for discount requested for discount 这是什么呀 要求打折 要求一个折扣 女生看见这discount 还打呗的话就不行了 把它抄下来 多逛几次商场就认识这个字了 discount折扣 expense and investment expense and investment expense and investment 对 费用和投资 start up cost in business start up cost in business start up cost in business 启动成文 first step in establishing first step in establishing first step in establishing 对建立生意的第一个阶段 z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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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规划 好啊 你这基本单词先看了一遍 好 那我们单词就先介绍到这儿 担任